吴小辉暗在继续中 这是习近平的家事 也是习近平的国事 吴小辉是邓家议员 所以习近平打击吴小辉就是打击邓家 能报当年邓小平排挤与算计习仲勋 让整个习家跟着倒霉的的一见之仇 宣泄心中多年的不满 这是家事 习近平打击吴小辉也是警告太子党与元老集团 以便进一步集中权力 还给思琪发出信号 如果不听从 则没有人的财产是安全的 这是国事 一 吴小辉暗是习近平的家事 共产党是人质社会 没有规则可言 高层的闻院院由来已久 在共产党高层 邓小平与习仲勋结下的矛盾很深 这对两人两个家庭的命运 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年习仲勋在与邓小平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 习家全家真正倒霉 现在习近平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 要报当家当年一见之仇 吴小辉事件就是习近平复仇计划的一部分 第一 习仲勋与邓小平的恩怨 1952年 共产党为削减地方权力 调高岗 饶术时 邓紫辉 邓小平 习仲勋等地方军政要员进京 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 而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当时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但显然这些实权人物也属于未来接班梯队 习仲勋比邓小平将近年轻十岁 两人也是前代接班人之争 1954年 高岗事件发生 毛泽东为平衡各派系 从而立于自己一人独断 怂恿高岗反对刘少奇 但没达到效果 便抛弃高岗 而邓小平向毛泽东告密是保护所 1955年 习仲勋受高岗事件牵连 被要求就划清界限问题做检查 习仲勋前两次都未过关 第三次才过关 而不让习过关的就是邓小平 在1956年中共发打后 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常委 而习仲勋只是担任中共中央委员 1962年 习仲勋变成反党集团首饭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邓小平是康生正习仲勋的帮手 文革后 两人矛盾并没有结束 邓小平起先不同意习仲勋付出 要先让习仲勋保证与自己保持一致 才可付出 后来 习仲勋付出 但不能进京 也没有官复副总理员职 而是离京到广东省担任领导 后来 双方逐渐变成路线之争 习仲勋是政治开明派 认为不能靠影秀发号施令 用计划分配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层层盘剥的问题 不能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 去解决一圈谋私 腐败堕落的问题 不能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 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 而邓小平是政治保守派 只允许经济开放 不允许政治与思想开放 1987年 习仲勋反对邓小平 薄一波等人逼胡耀邦下台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不是重演 逼宫是场戏吗 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 1990年 习仲勋被中央批准到南方的休养 实际上是被贬出京 流放外地 1999年 中共建国50周年 习仲勋才第一次回京参加庆典 而此时邓小平已去世 当然 双方也有合作 比如邓小平 在半深圳经济特区上 还是给习仲勋一定程度的支持 但双方积怨很久 很深是主流 第二 习仲勋复仇邓家 在共产党体制下 宜人倒霉全家跟着倒霉 习仲勋失忆 给整个习家带来很大变化 1962年 习家被抄家后 习近平随母亲其心 迁居中共中央党校 1966年12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 习近平被归为黑帮子弟 被宋王少班所黑帮子弟学习班 面对从高干子弟 到黑帮子弟的人生戏剧性反转 少年习近平肯定失望 无奈与悲伤 日后 当习家人 把邓小平对其父的排挤 告诉习近平 他一定很气愤 1980年代 习近平已成年 对其父遭遇更有切身体会 1979年 习近平担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耿彪的秘书 1983年 不足30岁的习近平升任河北政定县委书记 当时 习近平的仕途已经起步 对邓小平的蛮横与无情肯定很愤恨 但也心惊胆跳 害怕给自己仕途带来不力 对这些哄哭 虚弱 习近平毕然刻骨铭心 在等待复仇机会 现在邓小平不在了 负债自还 邓家后代就成了复仇目标 虽然两家充满了恩怨 但邓小平开始了中共一个时代 如果直接打击邓家 政治影响很大 所以习近平还要考虑再三 这样 吴小辉就成了目标 以此间接打击邓家 不管吴小辉是否与邓卓染离婚 都曾是邓家外孙女婿 韩月有孩子 是邓家一员 所以 打击吴小辉就是剥夺邓家部分财产 打击邓家政治地位 2017年5月 安邦集团称董事长吴小辉 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 表明吴小辉被限制人身自由 2018年2月 安邦集团被接管 吴小辉因涉嫌非法集资 与职务侵占被起诉 2018年3月 吴小辉在上海受审 不仅如此 邓家令以后人邓卓帝在广西围观 但后来被免职 没有担任新职务 显示是图不顺 这也很可能是习近平刻意为之 宣泄累积已久的不满 完成自己与习家对邓家的复仇 二 吴小辉案也是习近平的国事 吴小辉案也是习近平的国事 习近平以此打击太子党与人老集团 为集中权力取消任期铺路 而且 习近平也借机改变邓小平路线 开创习近平自己的新时代 第一 集中权力 经过五年多反腐搏杀 习近平已打破共产党内 既有权力网络 由九部同乡及同学构成的习家军 渐渐语义丰满 在十九大全面上位 习家军把持北京 上海和重庆等重要省市 占据军队 宣传 所知系统要紧 在此情况下 习近平想效仿毛泽东夺断前纲 必然要进一步削弱太子党与元老集团势力 由于邓家后人兼具太子党与元老后裔的双重身份 习近平就是要借吴小辉事件 警告太子党与元老集团 习近平与太子党既联合又斗争 又联合 是因为习近平想成为接班人 顺利继位 稳定皇位 需要李鹏 曾庆红 刘元 刘亚洲等太子党要人 在党权 军队 裁权等方面的支持 有斗争 是因为习家在红色家族中是远之宗士 习近平是远之子孙 邓小平 陈云 薄一波等 禁之宗士后代不一定认同 甚至可能轻视习近平 而且 在党内派系斗争中 如果反习势力推出去待习近平人选 可能在太子党中挑选 因为 在血红 财权与军权支持方面 其他太子党成员与习近平有类似性 习近平打击吴小辉 就是要告诉太子党 以后不可再放肆 更不能打皇位的主意 也许 习近平不会直接打击邓家 但可对其他红色家族太子党成员动手 习近平更想借机打击整个元老集团 1980年代 很多共产党元老因年事已高不愿 亲自处理日常事务 但又不愿放弃权利 于是退居幕后 但继续把持军权 实际上就是垂帘听政 后来 江泽民消归草遂 对胡锦涛继续垂帘听政 当年 江 曾和习近平憨厚老师 就提议习近平当些班人 实际上是方便垂帘听政 此非虚言 现在 江泽民 李鹏 朱荣基等元老 虽然影响力大不如前 但实力犹在 事实上 元老垂帘政庭已成为中共高层惯例 具有制度惯性 而邓小平就是视作勇者 所以 如果习近平想彻底瓦解元老垂帘听政制度 必须擒贼先擒王 也就是打击邓家 习近平打击吴小辉 就是要告诉元老集团 邓小平等人定下的垂帘听政制度不灵了 一切我说了算 如果逼急了 别怪我不留情 2017年5月 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辉被限制人身自由 这是在中共十九大前夕 2018年2月 安邦集团被接管 吴小辉被起诉 这是在修宪取消中国主席任期限制前夕 这些显然都是习近平在重要关口杀鸡给猴砍 第二 改变路线 习近平成长在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盛行时期 红色基因肯定根深利库 习近平以捍卫共产党的红色香山为己任 要守好共产党这份家业 习近平具有皇帝的雄心壮志 不愿消归草髓 要走自己的路 在经济政策上 习近平更反市场经济 更侵害个人财产权 改革开放后 共产党对民企又拉又拔 所以一些民企遭难也就见怪不怪 但对红色权贵还是比较优待的 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自己人 安邦集团有陈小鲁 吴小辉的太子党背景 所以习近平拿安邦集团开刀 显然是一个信号 既然习近平敢于与邓家 陈家硬碰硬 那么其他衣服红色权贵的大私企 或一般私企更不在话下 吴小辉不是转移资产到国外吗 我习近平不答应 转移出来的都要转移回来 所以王健林也要变卖国外财产 回到中国投资 而且习近平要求做大做强国企 压缩四起的生存空间 笔者不排除安邦集团 吴小辉诈骗集资的可能性 所以习近平处置吴小辉 包含稳定金融秩序的考虑 但习近平更多的是 为了充实国库外汇储备 而受骗人能否得到他们的钱 这有很大疑问 而且习近平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要向各种企业发出信号 如果不听从 则没有人的财产是安全的 习近平还在政治与文化上 反转邓小平路线 邓小平实施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在发育 个人空间在增加 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有所弱化 在习近平看来 这对共产党的统治不利 所以习近平要恢复党领导一切的传统 强化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比如 加强对外企 外资高效的渗透 再如 打击各种不满共产党的人 而且 习近平也不满 共产党自身弱化 提出共产党的建设 是衡量成绩的第一指标 要把志向工作放在最前面 习近平也不断强调 共产党内不能有两面人 党员要忠于共产党 在文化上 习近平也加强思想控制 取毛旗 说毛话 强化对新闻 学校 网络的控制 更加压制各种不同思想 声音 共产党也开动宣传机器 为习近平的中国梦 新时代造势开路 习近平不但要像毛泽东一样 大权独揽 而且 在政治 经济 文化上政策 也在向毛泽东复归 当然 中国还存在市场经济 习近平也还没有 彻底颠覆邓小平路线 但很明显 习近平在按照自己需要 结合邓小平 与毛泽东时代的各种因素 混合出一个习近平 自己的时代 三 结论 家世 国事部分一直是 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以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斗争为例 两人斗争是家世 江青与王光美 一个是共产党主席夫人 一个是国家主席夫人 两人抢风头 结下心结 而且 毛泽东对王光美的暧昧 也不是空学来风 这肯定让刘少奇不舒服 两人斗争也是国事 大跃进失败后 毛泽东退居二线 说一不二的地位动摇 而刘少奇地位上升 这让毛泽东心有不甘 而且 刘少奇希望建立更稳健的统治 减少各种政治运动 也适当给民众一些空间 但毛泽东正激进 频繁发动各种政治运动 而且共产党 对社会的控制无所不在 民众没有私人空间 这些都是文革的催生因素 还有 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后 高官流行夫人政治 夫人当丈夫办公室的主任 丈夫之间的关系 对夫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而夫人之间的关系 反过来又对丈夫之间的关系 有影响 这在很多政治斗争中 都露出端倪 在政治斗争中 往往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一人倒霉全家跟着倒霉 说到底 共产党就是一个王朝 奉行家天下 国就是家 在文革中 朱德曾感慨 这么大一个国家 有毛泽东一家人说了算 的确 不但毛泽东大权独揽 而且江青 毛远新 李乐都 担任要职 家也是国 不仅习近平前刚独断 而且彭丽媛也担任艺术学院院长 效仿江青管文艺 当然 在几个寡头 共治时期 共产党不是由一人或一家做主 而是由几大家族掌控 值得一提的是 有人认为习近平一方面为其父复仇 另一方面违背其父路线 这此相矛盾 其实 这并不矛盾 习近平负的是权力斗争 失与遭殃之仇 不是路线之仇 在习近平看来 权力斗争是主题 路线之争是插曲 不可混淆 如果有路线之争 也是毛泽东与邓小平路线之争 而不是邓小平路线与民主路线之争 虽然习家后来在政治上不得意 被视为宗室远之 但习近平在内心很可能以王子自居 1952年 习父年仅40岁 就当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这在1949年中共建国后是罕见的 称习为未来接班人之一 这一点都不夸张 现在 习近平成了中共接班人 即位登基了 自认为咬却了其父不能接班的夙愿 既然习近平自认为是王子 又弥补了其父不能接班的遗憾 还从残酷的权力搏杀中走出来 那就更珍惜自己的权力 更以维护共产党为以任 所以 习近平的复仇与集权 改齐都是皇帝维言的体现 都是巩固王朝的一部分 这些不但不矛盾 而且一致 FIXDONMILL YouTube Studio